總統府扁摩鐵 春色無邊 國家元首辦公的總統府 是國家象徵 代表國家的尊嚴 不過最新一期一週刊踢爆 總統府已經成了不輪戀的溫床 一名理性職員 曾介入多名已婚女同事的家庭 一名女職員丈夫 氣得寫檢舉信 給總統府前秘書長廖廖宜 案情才曝光 也讓理性職員勝官的機會躲空 府內桃色八卦布置這一樁 傳說有已婚女職員腳踏多條船 周旋在南職員軍官憲兵和公友間 還有人把總統府當摩鐵做愛做的事 有職員晚上加班去上廁所 近見到女同事和南軍官衣衫布枕 從女廁出來 招指控的理性職員 對一週刊表示 一切都是誤會 已轉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廖廖宜 不願多談 面對盟上桃色緋聞 總統府強調 只要查明卻有為師 一定依法懲處 動新聞總統府Motel報導